此刻夕阳下,余灰洒落在山间小路上,好似给这山石台阶披上了一层橘黄色的薄纱,添了几分神圣之意,似乎走在上面,踩着阳光,可以一路走向辉煌。 山路两边,更是随处可见绿叶花草,芬芳与泥土的气息,融入吹过的山峰,随着潮湿扑面,侵入心神,弥漫全身。 而四周的绿树成印,以及时而传来的青翠鸟鸣,仿佛是在为所有曾走过这条山路之人的未来谱曲,也包含了此刻这里的一行人。 一行五人,最前方的是那位圆脸中年,他背着手,一边走,一边向身后的许青等人,介绍宗门。 你们既然成功败入七血童,那么我也为你们讲解一下宗门,其实在我看来,七血童不是一个宗门,它更像是打着宗门名义的一个庞大的利益产业。 圆脸中年,淡淡开口,他的话语落入身后四人耳中,使这些新败入第七封的少年男女,纷纷心神一阵。 四人里,除了许青外,其他三人是周青鹏,李自眉,还有一个少女。 少女名为徐晓慧,梳着马尾,一桌寻常,显然不是富贵人家,但比拾荒者好了太多,应该是小城出身。 路上他曾向许青示好,但许青不善交际,又不惜有人过于靠近自己,只是点头,所以很快这少女就开始讨好周青鹏。 周青鹏笑容温和,与许青的寡言相反,使得那少女越发觉得亲近,二人路上偶尔还低声说悄悄话。 至于李自眉,他似乎很是拘谨,又有一些自卑,所以处于队伍的末位,与所有人都保持一定的距离。 不过周青鹏对他和许青很留意,所以时而会主动露出笑容,使李自眉的拘谨仿佛少了一些。 此刻山风吹过,将众人的发丝掀起,也将前方圆脸中年的话语传递过来。 七血童分为山上与山下,你们可以看成两个世界,实际上也的确是两个世界,而你们就是山下的人。 唯有住基,才具备上山的资格,具备七血童利益分配的权利,而山下的人,则生活在残酷与艰苦中,只能挣扎。 所以,对山下的人来说,上山是此生最大的渴望。 你们知道山下的主城内有多少人吗? 圆脸中年看了身后四个少年男女一眼,三百万人口。 她抬起右手,伸出三个手指,这三百万人口,包含了平民,也包含了各封所有的地界弟子,你们也将是其中之一,需要在七血童的规则之下生存。 七血童主城的规则,很简单,那就是贡献点,山下所有人,平民也好,弟子也罢,每一天居留主城的费用,是三十贡献点,也就是三十零币。 每天时刻都在扣除,一旦预检令牌的数字归零,就会被驱逐出七血童,平民这样,弟子也是这样。 若强行留下,一个时辰后,将被阵法抹杀。 圆脸修士的话语,让许青四人都面色变化,就算是周青鹏有所了解,此刻再次听到这个规则,也是眼睛里露出畏惧。 这只是基础居留费用,至于吃住,看你们自己的选择,适者生存,而七血童主城内的物价极高,可最高的还属修行资源。 听着圆脸修士的话语,许青沉默,其他三人也都被这严酷的说法震慑。 许晓慧那里迟疑了一下,低声问道, 既如此,为何还有那么多平民到来,一天三十零币,一个月就是一枚零食,这也太贵了,况且我等获得了弟子身份,也要缴纳贡献点的话,弟子身份又有什么用? 圆脸中年扫了许晓慧一眼。 能不惜花费不菲的价格,传送到来的平民都是有能力之人,他们之所以争先恐后的到来,是因七血童主城保护平民,弟子不可以去滥杀无辜。 另外,这里有阵法隔绝意志,使寿命增加。 相比于外面意志弥漫,凶兽亡命之辈遍地,七血童的主城,自然是他们梦寐以求之处。 至于成为弟子,有什么用? 一,修行资源只对获得了弟子资格的人开放,其他人买不了,也严禁外传流通,一旦抓到,必死无疑。 二,唯有修行七血童功法的弟子,才可以在七血童修行到了住基后,拥有上山以及获得利益分配的权利,所以你们以后要多努力了。 宗门虽明面上不允许自相残杀,可每个月成立莫名其妙失踪的弟子,还是不少的。 对此,宗门大都睁只眼闭只眼,养骨骂,死伤很正常。 可一旦是外来的助基修士对你们这些宁气弟子动手,那么动手之人必被严惩,这属于是破坏了七血童的规则,当然外来的宁气宗门不管。 圆脸修士大有深意地笑了笑。 许青听到这番话,略微松了口气,这是她来七血童的目的之一。 此刻李子梅在一旁,迟一后问了一句,如果只是这样,那么在如此环境下成长出的弟子,宗门如何能让他们有归属感,宗门本身又如何有凝聚力? 圆脸修士哈哈一笑,凝聚力?什么是凝聚力? 情义算是一种,感恩算是一种,敬畏也算一种,但这些都不牢固,在这残酷的乱世里,真正的归属感,真正的凝聚力,就是利益。 只要是七血童弟子,以七血童功法突破到了助基,就可获得上山的资格,更可拥有七血童利润分配的权利。 七血童每个月的收益,是公开的,来自所有人的居住费,修行资源买卖,以及港口往来,差不多每天由510币入账,算成零食就是50万,一个月就是1500万零食的收益。 这些收益,按照不同修为的权益,储宗们保留一部分日常开销外,余下的会分配给所有住基以及以上修为的弟子。 修为越高,分配越多,住基初期弟子,大概一个月可以分配5000零食左右的收益,若到结单,每个月至少也是大几万零食。 这就是我为何说七血童更像是一个产业的原因? 所有晋升到了山上的住基弟子,就等于是入股了这个产业,只要七血童存在一天,就有一天的收益。 所以,你认为当有外敌欲掠夺你的产业时,你会眼睁睁看着自身利益被夺,不出手吗? 随着圆脸修饰话语传出,许青眼睛里露出深邃之芒,她对于这七血童,此刻算是彻底了解。 乱世里的凝聚力,或许真的如对方所说,利益可以捆绑一切。 李自眉也沉默,不说话了。 圆脸修饰淡淡一笑,她带了很多辟入门弟子,如方才的话语,也说了很多遍,在乱世,利益是亘古不变的道理,此刻一直山下。 再和你们说说七血童的繁华,你们看那边,那里是整个南皇州最大的港口,平日里往来的轮船络绎不绝。 无论是外界哪个势力运输,又或者宗门其他封的弟子出海完成任务,大都要从我们这里走,而第七封掌控的,就是这个港口区。 所以,船是我第七封弟子修行的关键,我们将其称为法州。 许青顺着其手指方向看去,此刻夕阳光芒中,在山上这个位置,能清晰看到下方的主城港口。 靠近大海的地方,被开凿出了多个如马蹄形的港湾,每一个都很大,似乎可以容纳大量舟船,而这样的港湾数量不少,足足上百。 浩浩荡荡,铺展很远的同时,整体的颜色也不一样,一半是白色,其内巨大的商船居多,还有一半港湾,里面的建筑大都是紫色。 远远去看,紫色区域的舟船都很小,密密麻麻。 除此之外,每一个港湾内都有闸门,还有高高竖起的灯塔。 白色区域对外,紫色区域则是我第七封弟子的居所。 其内的舟船,就是我方才所说的法州。 远远修士话语传来,我第七封的法州,在整个南皇州都内享有盛名,也是第七封弟子修行的核心语魂。 它既是你的洞府,也是你的座旗,更是你战斗的伙伴以及获得资源的必需品,你们完全可以把法州看成是一件法宝。 远远修士说到这里,李子梅与许小慧都眼睛睁大,显然是知道法宝的存在,周青鹏也是目露齐忙,带着强烈的期待。 许青同样这般,心神一阵,他很清楚法宝的价值与稀有,于是再次看向港口紫色区域,只是那里密密麻麻的舟船,让他觉得与法宝的稀有,似乎有些相悖。 当然不是真正意义的法宝,但我第七封的法州,具备成长性,随着你们修为境界的提升,以及不断地去炼制,早晚有一天,变成法宝不是不可能。 所以,拥有一艘自己的法州,是每一个刚刚败入第七封的弟子,最大的梦想与追求。 只不过最基础的法州也需要兑换,要十万贡献点,也就是一百零十才可以兑换得到。 另外,唯有具备了法州的弟子,才有资格被随机分配到港湾内,工作与修炼。 至于没有法州的弟子,只能自行寻找赚钱之法,三年违宪,若三年内还无法积累足够的贡献兑换法州,则被收回修为,驱逐出去。 因为,我第七封的功法与还有关,配合法州修行,借助其内的聚灵阵,将事半功倍,对了,功法是免费的,成为弟子就可获得。 听着圆脸中年的话语,许清心中掀起波动,被第七封特殊的法州所吸引的同时,他也渐渐对第七封有了更多的了解。 法州是第七封弟子的关键职务,拥有法州的弟子会被安排职责,且有资格居住在港湾紫色海域内,所以圆脸中年之前说,州船就是洞府,不过想来居住也要花费贡献点。 而没有州船的弟子,只能在岸上,做着杂役之事,挣扎修行,每天需努力积累贡献。 更因其他封乃至整个南皇州的出海,大家都要走这里,所以很多时候都需租用第七封弟子的州船,这同样也是赚取贡献点的方式。 整个第七封,基本上绝大多数的弟子都是这样,大家都在努力生存,想要突破成为助击,获得七血同力分配的资格。 所以,法州与修为,才是能否在这第七封,助击修为前,生存下去的关键。 要尽快兑换一艘法州,许清目中露出精芒,心底有了强烈的紧迫感。 就这样,一路在圆脸修饰的介绍下,许清一行人随之到了半山腰,这里是给新晋弟子开启身份令牌全部作用之处,同时也有功法盗袍发放。 盗袍只有一种,那就是灰色盗袍。 灰色盗袍,是七血同所有封弟子的基础服饰,只要开启身份令牌的弟子,都会无常发放。 只是开启令牌,需要一千贡献点,而开启后的令牌,里面记录了每个人的基本信息以及贡献值,还可做通讯之用。 随着众人拿到了功法,且陆续开启了身份令牌,获得了灰色盗袍, 许清拿在手里,感受着其上散出的微弱灵能波动,知晓这道袍的材质不俗。 摸起来很是柔软,不会轻易形成褶皱,若放在外界,这道袍的价值怕是不少。 一旁的李子梅与许清差不多,也在抚摸倒袍,目中露出坚定之意,其旁的许晓慧则是看向周青鹏。 周青鹏眨了眨眼,目光扫过圆脸修士与发放物资的宗门前辈后,忽然轻声开口。 前辈,晚辈想买一下法粥,圆脸修士文言笑了笑,一旁发放物资的,是个甘瘦的老者,他眼皮一翻扫了扫周青鹏,淡淡开口。 十万贡献点,或者一百零十。 甘瘦老者话语一出,李子梅与许晓慧都吸了口气,一百零十在他们的认知里,是难以想象的一笔巨资。 而这个时候,周青鹏连忙上前,拿出一张金色的纸票,恭敬地递了过去,第二封的铃票,可以。 老者接过看了看,收起后拿出一个紫色的锦盒推了过去,随后抬头看向其他人,你们有谁还要对话? 李子梅与许晓慧都低下头,许晴想了想后,忍着肉痛,上前将皮带里的零食取出一百块,放在了甘瘦老者的面前。 老者二话不说,在李子梅与许晓慧的羡慕,在周青鹏的侧幕中,一样给了他一个锦盒。 许晴接过打开,锦盒内只有两样物品,一枚玉碱,一个透明的小瓶。 小瓶很是奇异,只有八长大小,里面有一半的液体,好似海水。 而在那海水上,则漂浮着一艘乌棚小粥。 这小粥通体黑色,看似简易,可仔细凝望能发现,其上每一块粥板,都弥漫了大量的符文,整个粥船哪怕是被隔在瓶子内,但依旧还是有阵阵不俗的威压散开。 可以说,无论是瓶子本身,还是这小粥,价值都远远超过了一百零十,至于那没预见,记录着关于乌棚小粥的信息。 行了,你们可以下山了,记得功法与法粥不可外传,不然会很惨。 圆脸中年的声音,打断了许青的观察。 许晓辉与李自梅,你等多加努力,好自为之,争取尽快获得法粥,至于周青鹏与许青,你们的身份令牌,有任职信息,各自去吧。 四人立刻向着圆脸修饰抱拳,许青正要离去,却被圆脸修饰喊住。 许青? 许青转头,恭敬地看向圆脸修饰。 在低阶修饰里,你很强,明明只是链体七层,却形成了链体大圆满才有的气血之影,可见你的天资不错,可以说低阶修饰里,你已经是强者一类了,杀一些杂修以及小棕酒,十层凝气,也都轻而易举。 但,链体比较简单,只是速度与力量以及恢复的堆积,可这不是大道。 我被修饰的大道,是修法。 我劝你以后还是要更重修法,你体内的灵能竖法之力,太弱了,面对杂修还好,若面对大宗弟子,你会很吃亏。 许青听到这里,心神一阵。 另外,我不知你之前生活在哪里,可想来一定是危机四伏,所以养成了你一些本能的习惯。 习惯? 许青医症。 看在这一次是我为你的测试的份上,我提醒你一下,比如你走路时,右手几乎不动,尤其是食指中指,时刻处于警惕状态。 我猜测在你右侧的皮带里,有一枚两指可加的针状或飞刀类武器,方便你随时取出。 许青神色一宁,他还是第一次被人这么清晰地看透。 但我劝你,最好不要把习惯当成了自然,这样的话,你很容易被人看出端倪,从而吃亏,要知道没有痕迹,免礼藏针,才是我被知道。 圆脸中年像咪咪地开口,看起来没有丝毫的锋芒,这一次他提醒眼前这个弟子,对他来说也只是随手为之, 算是一次小小的投资罢了。 可许青却觉得背后发凉,站在那里深吸口气后,向着对方深深一拜。 直至走远,许青心底都在回荡对方的话语,他低头看了看自己的右手,努力地控制,让其变得自然一些。 在这尝试的控制下,慢慢他的右手有所改变,不再是僵直,而是略微自然一些, 但若仔细去看,可以看出这种自然中,每一次晃动,似都藏着锋芒。 而在他下山的路上,不断地尝试中,距离七血童,很是遥远的荒野上, 一处陌生的拾荒者营地内,七爷正蹲在一处屋顶,感兴趣地看着不远处一个少年, 正在与一条野狗四沙,少年口中都是沾着狗毛的血肉,神色似乎还带着嗜血。 眼看这一幕,七爷目中露出欣赏,他的身边,蒲丛也蹲在那里, 此刻取出欲剪,查看了一下后,低声开口,七爷,小孩到七血童了。 什么小孩? 七爷看着前方的少年,随口说道, 涂从苦笑,低声解释,就是那个杀人钱不舍得穿新衣服的少年, 您还帮他和百大师说话,传授他草木之道,后来给了他一块白色令牌。 七爷神色恍惚,点了点头,回忆起了许青,眼睛里再次露出欣赏。 我想起来了,那是个有情有义的好孩子啊,是否需要特殊照顾? 涂从问道,七爷一白手,不需要,这乱世里,想要活下去,需要依靠自己去努力, 若他能最终依靠自身,走到我的面前,我就给他一场造化。 说着,七爷一指不远处与野狗厮杀的少年,你说这个少年和小孩比,谁更像狼仔? 蒲从看了眼七爷所指的少年,苦笑一声,类似的问题,他已经回答了好几遍了, 这已经是一路上,七爷自小孩之后看好的第九个孩子了,都差不多吧。 七爷闻眼,侧头看了蒲从一眼,忽然笑了起来。 我帮小孩向百大师说话,给了他白色令牌,这本就是我给的恩惠, 可这不代表我一定要收他为弟子,我又不欠他,只是给他一个机会罢了。 而我的确是要收个老四,但当初收老三,我发了五十多块白色令牌, 才除了老三一个人,你跟我的时间有些短,所以不清楚我的风格。 这一次,我觉得五十多块令牌,还不够出现一个老四,至少也要一百块。 这个少年,你去给一个白色令牌吧,依旧是什么也不用多说。 七爷开口后,起身向着远处走去。 两张一共九千字多尽万,没有去强行分成三张。 看到了月票的排名,很开心。 谢谢各位亮仔小姐姐,特别感谢烟灰兄的支持。 抱拳一败。